嗨,这个周末是老爸老妈回国的第一个周末 我们两个去朋友家打了一天牌 还去逛了个街买个衣服 真的好久没买衣服 我觉得我一年没买衣服了 我觉得我的购物欲就是那种一阵一阵的 一年中可能有一个月特别想买衣服 可能买一堆包,一堆衣服,一堆化妆品什么的 然后完了过了那一个月以后就再也不想碰了 还搞了大小厨 把爸妈带的东西都归位了 对,爸妈带了特别多东西 完了还给我们留了很多吃的 至少两个礼拜就不用做新菜了 冻起来了 我们就是每次吃的时候拿一包出来 然后热一热 然后煮点饭就可以吃了 这个是爸妈走之前给我们做的甜酒 撒一层白糖会保存的酒一点 它中间是掏了一个洞 然后酒就源源不断从这个洞里面出来了 然后这个米都浮在上面 你看 下面都是酒 很好喝 这个他们说已经快好了 这个酒香味特别浓 包了300多个饺子 我的天哪 手工包子 自己烙的饼 我天哪 这个我们可以吃三个月 我觉得刘哥 这是卤羊肉吧 对 卤的那个主题 可能是 冬起来了 好像还包了馄饨 这是馄饨 这是馄饨 饺子 这个是烧麦 我自己煲的烧麦 我天 我们今天去买了一杯把鼠毒吸的奶茶 柳哥说终于能够理解卓杰伦 为什么那么喜欢喝奶茶 为什么 喝了周是幸福 一天一杯就变成肥仑了 真是太好喝了 一周只能最多喝一杯 因为有糖分 糖分会让人觉得幸福 世界上没有人不喜欢甜食吧 有吗 对 就像世界上应该很少很少有人 有中国人不喜欢吃火锅 糖分 你看过银魂没有 没有 来到了他们美丽的西雅图 第一次来 那年我16岁 从那年算到今年是30年 今天是这次的晚上 我跟柳哥刚看完相声回来 是郭德纲德云社来西雅图 开那种巡演 感觉还蛮硬核的一讲 就是完全不停不休息 讲了三个半小时吧 有 7点半到11点吧 第一次听就是这种相声 感觉还蛮好的 就是湖南人听相声 是从那个 旗帜大兵那边听起的 柳哥小时候 还特别喜欢模仿旗帜大兵 然后给家人讲相声什么的 现在感觉郭德纲他们相声 也蛮好玩的 只是 只是我太困了 我后面我都睡着了 因为昨天晚上凌晨 又被配置醒来 我都快崩溃了 反正今天整个人精神状 都不在状态 晚上就听相声 听了一半就睡着了 已经连续两天晚上被吵醒了 被配置醒了 我真的太难了 我真的好难 柳哥也很难 因为这个 我也陪着你醒啊 这个音乐好配你啊 整容的代价是痛 遇到的 柳哥今天做了个手术 整容了今天 然后脸整完容以后脸变大了 拔了个枝齿 现在难以吞咽东西是吧 就前几年拔枝齿没拔干净 然后好作孽 刚才还拿冰袋敷着 敷了好久 然后这个礼拜都不能吃粘的东西 我周五还去吃火锅 别倒下 柳哥今天状态特别不好 今天是周六 柳哥在家里睡了一整天 然后出门买了个酸奶 我陪他去买了点鸡蛋 然后回来我给他炒了一个鸡蛋 被他吃光了 好吃吗 特别好吃吧 昨天晚上还跟朋友一起去吃了个火锅 头一次吃青汤锅是吧 吃了番茄锅 我们就吃的牛油锅 特别羡慕火锅吃拐肠 然后今天又更加严重了是吧 他可能是上火锅 但是柳哥说他特别想吃肉 也没有好久没吃肉好吧 就一天没吃肉 所以火锅还在上点毛肉片 自己做事就跟我上次一样 咳嗽快好了 结果又去吃了个火锅 而且也是跟金哥一起 然后柳哥今天讲话特别困难 吃东西都要细嚼慢言 然后只能用一边 今天都没怎么听他讲话 我觉得头一次家里这么安静 你是希望我多说点还是保持安静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一般都是他在我耳根旁边念念 今天一天突然觉得不习惯了都 不习惯了就好 不习惯了就说明你还是要需要我成习惯了 哎可怜的柳哥 估计这一周都只能吃稀饭了 我现在跟他煮了一个皮大瘦肉粥 但是为什么生着病打游戏还这么精神呢 我告诉你啊 这时候你不懂了吗 就是说打游戏是有个季徒的 你不要想着牙齿痛 这样就能 要不你总躺这没事 然后好疼啊 好疼啊 哎我要赢 走 你这个借口找的蛮好啊 不是这是科学依据的 我之前在安卓上买一个这个 他就是可以直接隔空测的 所以我觉得特别不准嘛 特别不准 三个次量体温的口腔也下个屁眼 最主要是屁眼 你可以别说了吗 昨天测了是37度 今天看来多少多 今天46度高了 还有37.5啊 那你还是有点发烧吗 我一直都在发烧 我现在有点烫哎 还高一点了37.6了再测一次 37.6了 到底要隔多远 我天啊 这个东西怎么用啊 我是不是隔的越近它越测的越高啊 我反正这边已经输了 不听见了 我是36.8 那你还好吧 其实37.6应该是正常的吧 36到37都正常的 皮蛋瘦肉粥快出锅了 好像我又把它煮成了饭 但是机制的我加了开水把它搅匀了 就变成粥了 待会你吃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区别的 皮蛋瘦肉粥快出锅了 就是放手熬水嘛 这次又放少了嘛 从来没有一次成功过 用这个慢炖锅煮粥 就是它挺快的 半个小时就好了 但是缺点就是 看啊 打开那个气压砸门的时候 它就会喷粥出来 然后喷了一地的粥 不知道有什么解决方法 大家知道吗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本来上周周中encore嘛 然后没有一天睡了好觉的 到了周末 我想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结果结果被留个 留个牙疼 晚上翻来夫妻睡不着 然后结果我就被吵醒了 周末也没睡个好觉 我怎么这么难了 刘哥最近拿到了一副耳机 自定义颜色 他在网上选了 就选了一个钢铁侠色 这里有一点点金色 加红色 是钢铁侠的配色是吧 而这个耳机呢 是他老板免费送他的 这话说的好像我跟老板有什么事情 就真是的 不是他们老板送他们每个员工一个 那你就说的 我们老板会不会插的 你这种老板第二天就会被 技检委员调查 太吵了嘛 然后就你自己去买一个这种 浆噪耳机 就平常可以不打扰 这个300多刀吧 你说足与足之间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我酸了 第二天就要被查 被查他被走了 我们怎么办 我酸了 而且他们老板给他每个人都配了一个 机械键盘 你又说 我觉得你要禁言了 我要翻柳石禁言书 你讲太多了 你都讲一太多了 这个300多刀 然后那个简牌300 增加禁言了 蓝石禁言书 你们组肯定是把钱都放在那上面了 我们组完全没有出差 那么几个费不就留下来了 他们老板 想清楚 他们老板人特别好 然后每个星期都带他们去管 没有每个星期 我们每个星期 那个是大组的 不是我们组的 我们组的很少 他们老板也认识我 天天在他们开会的时候 cue我的名字 是想把我招过去是吧 下次来参加我们组的happy hour 好啊 带你吃牛排 我觉得他们组 关心组员的生活 我觉得你们老板真的好八卦 他好想把我搞到你们组 然后可以天天一个八卦 我们俩 对组员生活关心 我觉得很好 让你觉得在组里工作 也是有家的感觉 我觉得说明他情商非常高 我知道该怎么留人 他们聚餐的时候总爱喊上我 让你觉得我在这里工作 但我老板做人 就跟我家一样 你看我的家 我老婆我女朋友 也经常会来一起吃饭 给他们认识 就这种很融洽的关系 你就不想走吗 那对他也是好事 因为人员流动的话 他又要花精力 来带一个行李人 怎么样 你这样的话他留着 我觉得是很厉害 很会做老板的地方 下班了 回家柳哥今天特别可怜 因为他下午两三点的时候 就叫着肚子饿 他最近每天的肚子特别饿 因为喝粥可能喝不饱 好可怜 吃不饱 每天都吃不饱 好惨 今天还冷 就感觉吃不饱 又饿又冷 鸡汗交迫 鸡汗交迫 而且嗓子不舒服 好可怜 你就说后面给披几片 雪花 老婆给你做鸡蛋羹 刘哥 我感觉我的黑暗尿里又要出锅了 黑暗尿里又要出锅了 黑暗尿里 我点害怕 不会炸 不会炸吧 那就没事了 对啊 还可以 感觉它还是水 结果刘哥吃完被吐死了 看我最近 看我失败了 怎么办 这从你家用呗 没事 第二次尝试 有点感觉了 好像可以了 刘哥 这是蛋羹吗 对啊 你这是什么质疑的语气 我只想问一下那个羹体现在哪里 羹就是下面的 羹嘛 羹就是这个蛋羹嘛 肉摸就是炒的就是放在上面 肉摸了 我一直以为什么什么根 就是所有东西都会融合成一体 那就是我follow的教程错了 反正差不多 烫烫烫烫烫烫烫 柳哥真的是牙疼一个星期以来 第一次吃上固体饭 感动的流泪了 我们又继续吃老爸老妈留下来的饭菜 就是那种失而复得的感觉 真是很久失去一次才知道 拥有的可贵 吃个米饭吧 你感动成这样 终于能吃个饱饭了 好可怜 我像不像刚从牢里面出来的 然后终于有口不是老饭的车感觉 咬不动算了 咬不动算了 慢点吃 你养水要吐出来给我水 这几个生物也给你 高 施主里面是什么药杀 你不说清楚 我们要怎么下船 这块有八 回忆 昨天的晚上刚去做了一个瑜伽 柳哥去打了个球 然后晚上还是吃了 老爸老妈做的剩饭 感觉可以养我们好久了 能吃就是福 就是西雅图进入雨季了 感觉可以视频可以高产起来了 因为没有士座 不能出去玩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期见 拜拜